乌龟是一种非常长寿的动物 养得好的话它可以陪着主人一辈子 但是在日本却有一位老人养了一只非常特殊的乌龟 在日本东京一条街上 却有人经常都能看到一位老人在遛乌龟 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觉得非常奇葩 但时间一长大家也都习惯了 甚至还和乌龟成为了好朋友 有的时候主人带着乌龟出门的时候 会帮它换上花衣服 漂漂亮亮的出门去了 老人最初买这只乌龟 完全就是因为无聊想要养一只宠物 乌龟刚买来的时候只有手掌大小 那个时候开始老人就天天将乌龟放在袋子里面出去溜弯 如今19年已经过去了 乌龟的体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早已成为了一个巨无霸 老人已经没有力气再把乌龟放在袋子里面了 只好每天让乌龟自己跟在老人的后面爬行 这样看上去还有一种反差萌闹 老人每天溜乌龟已经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一道风景线 很多游客都专门前来看老人和他的乌龟 乌龟现在也已经和当地居民非常熟了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关注订阅哦 Weil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能力气得下锁了 在眼前后呢 我们下 lag来看下的小银子里面 有意味着 我们下留了这个银子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